欢迎收看欢迎全世界带你走进全世界 我是蔡宏康 包括两岸国际大事 带你深入魄西打开视野 在YouTube收看的朋友请按赞订阅分享 开小铃铛 包括欢迎全世界跟我个人的频道 来看一个礼拜之内 川普二度对台湾军售 更安全还是更危险 普丁说中俄的友好到了高峰 不排除下一步要军事同盟吗 还有同时间 美日展开了大规模的军演 美军还扬言要出兵 护卫钓鱼台 另外美国的大选 川普看来还没出局呢 整个局势瞬息万变 介绍三位来宾 首先是国际情侦专家赖岳谦教授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前立委郭文正亮 大家好 东海大学日本区研究中心主任 陈永峰老师 大家好 我们就先来看川普真的是 很想卖武器给台湾 一个礼拜卖两次 这次的主角是 鱼叉反舰飞弹100枚 好 那我想问一下国务员 这是上任之内的 第九次的嘛 传出在美国大选前就一个礼拜了 一个礼拜之内可能还有第三波 就是近期的第三波 台币累计大概4800亿 为什么那么急 因为本来听路透社报导的是有七笔 那这个是第四个 那这个当然就是在他任期前 因为如果他11月3号不信没有当选的话 那他当然不变这个也算重大决定 他都不变做出了 那后面当然有几个坦白讲争议性比较大 这个争议性很小 因为鱼叉本来他就大量卖给台湾 那这个暗基型反舰 那台湾大概是鱼叉四种全部都买的啦 大概是全世界最完整的啦 那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熊山产量不及啦 因为听说我们每年产量大概只有20枚左右 那也有性能上还没有量产过 大家有一些担忧啦 所以就想说这个还是先超前部署 所以是我们误解了川普 不是他那么急 是台湾军方很急 其实我跟你讲 我们很多军售早就排队了啦 那只是说川普是一次性的 很多都给你同意这样 他算配合啦 对对对 那所以并不是说现在才开始想到项目 很多都在排队的 所以并不是川普极致要塞武器给我们 其实台湾军方委员的说法的话 我们的飞弹其实本来就 产量没有到达来不及啦 所以我们有购买去 这个我有点意见 OK 我们的军方你要分成两块 一块是使用单位 一块是研发单位 对对 那使用单位他会觉得来不及 他希望赶快获得 所以他希望从美国手上获得 研发单位当然不希望是 你从国外来获得 因为你买了我就研发经费变少了 这是事实啊 所以一直是存在矛盾的 比如说鱼叉就中科院的这个熊山 他的经费就会变少 对对 这个这是事实 我们研发当中的这个熊二巡异飞弹 上次节目当中有大家介绍 他的射程也够远 有美国的军事记者讲 上一批就是一个礼拜 不到一个礼拜之前 卖给我们这一批武器 就是这几项当中 这个增程型的巨外陆弓飞弹 这个赖老师可以特别看一下 这陆弓飞弹 搭配我刚刚提到的 台湾自己研发的熊二巡异飞弹 可以精准打击 包括它的范围跟距离来讲 是目前现阶段 解放军心里面比较会痛的一个是吗 这个当然会痛啊 因为它首先它必须要 搭配美国的GPS 也就是说这些导弹 它之所以能够精准 是因为美国 它也会同时提供给你 它军用的GPS的定位 民用的GPS的定位误差范围太大 可是军用的GPS误差范围很低 所以它的精准度就很高 因此当美国人卖给你的时候 它同时也当然是把它的数据链 还有它定位也通常 都会提供给你这个服务 这个部分里面对于解放军的 这个海上的船舰 以及港口的这些船舰 还有一些设施 甚至比较近的一些机场 如果只要是没有这个外形掩护的 这些碉堡的话 那些飞机本身的安全性 都会受到危险 等于是说在第一波攻击的时候 这一批飞弹可以防止到登陆那一步了 但是我们的量能够撑多久 这是重点 重点是在于 因为一般来讲 以现在的战争来说 如果没有掌握绝对的空优海优 然后没有把你的这个攻击系统摧毁的话 通常不会在第一时间进行登陆战 除非像美国 你看美国当时在打这个伊拉克的时候 他也是一样 一定要完全掌控了海优跟空优 然后瘫痪了你的地面的防卫力量的时候 他才有可能越过边境 然后进入你的内陆里面来进行作战 所以我觉得以解放军来说的话 我们买了这样的一个武器 基本上来说 就是让中国大陆在摧毁台湾这些武器方面 它本身要负担 消耗更多的成本 消耗更多的成本跟时间 刚刚过原讲到目前为止这几波 川普当家之后卖给台湾的武器 累积到台币4800亿 请问三位来宾帮我们举个牌吧 越满越安全 还是越满越危险 怎么看 安全绿灯 危险红灯 一半一半 来来来 陈老师你帮我们解释一下 一半一半原因 不买不行的层面是存在的 但是武器不是买了就可以有效率的使用 赖老师一定最清楚了 还有后勤 补给 维修 那个需要的 我不是在说钱 那个需要的成本时间跟训练要更精实 所以不是单单武器的问题 但是没有也不行 在今天的状况底下 这个有两种理论 日本很早就提过了 中国有核实武器 旧苏联有核实武器 那个时候还没有说到北韩 这已经是50年前的说法了 某一个国际政治学者 高版政要的说法 如果只单纯考虑到核实武器的话 不需要购买美国的这种 传统武器 对 没有错 但是因为传统武器的配置 跟精良的训练 可以让拥有核实武器的国家 包括中国跟旧苏联 知道 刚刚两位都提到过了 如果要采取什么样的军事行动的话 要付出去的代价是比较高的 而反而这种付出去的代价比较高的 这样的意识会延缓 或者是阻止战争的发生 这是两个层次 我的意思是说 买了武器不一定能够 safe 但是不买的话 说不定那个危险的时机会提早到来 或者是根本没有办法阻止 或者是延后危机的到来 结论是这样的 的确了 到底是买武器安全或危险 看你有怎么面向去切去做分析 但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是 场面是更紧张了 因为包括了 马祖都出现了大量的民间的船 不管是运沙还是渔船 我们的国防部就是越界捞沙或者是越界捕鱼 那数量之大从空拍看起来还是蛮出不精心的 那老师可以帮我们做补充了 因为之前在有类似在当兵的时候一样的经验 不过我先问一下陈教授 你认为这是一个民间船只 还是配合解放军那个演练 还是单纯的就是 阿都阿后 就是刚好捕鱼季节吗 当然是前者啊 前者吗 那前者的话那严重性有多大 这个日本也发生过 第二台的相关海域 也曾经有非常多的中国的渔船进入 这个稍微判断一下就可以知道 一定是在解放军或中国方面 受益或者是 不反对的状况底下进行的行动 甚至也有借由台风集结渔船进入琉球群岛 还有九州的离岛 这个都发生过 是武装渔船吗 是武装 渔船是渔船怎么会是武装渔船 武装的话就是公的船 所以渔船就是渔船嘛 但是有没有武装那是另外一件事 老师可以帮我们做个补充 到底有多严重 另外顺便把这个给带出来 可以帮我们一并做分析 第八章大陆的国防动员跟战争状态 本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统一 领土完整跟安全受威胁的时候 国家依照宪法可以去进行 全国的总动员或者是局部动员 现在主权统一领土的完整 加上了一个发展利益遭到威胁 这解释层面就扩大很大了 好 我先分两个来说一下 因为我判断了 这只是判断 我觉得这一次在马祖的这个情况 可能是在回应前段时间在澎湖 大陆渔船受到我们的高雄舰的 一个不礼貌的一个动作 我觉得一个反制的一个作用 就他用台湖领域要进港 那也就是说因为在那一段时间 就是在上个礼拜 风浪已经到时机了 这已经是确认了 所以大陆有20几艘渔船 到了澎湖的万安 那么极西海域这个地方进行避难 它是寻求紧急避难权 我们当时的在澎湖的海巡署的船 就是海巡9号 还有就是当时的屏东舰 因为都出不去 因为风量太大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对大陆渔船威胁很高 所以台湾紧急派了一个这个高雄舰 三千顿级的高雄舰 竟然去那边喷水柱把人家赶走 台湾的舆论媒体没有什么报道 但是国际舆论有在报道 大陆的国台办 也有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们觉得福建沿海 对于台湾的渔民 都实施紧急避难的给予救助 而台湾怎么对待大陆的渔民 又马主回应澎湖事件 我觉得没有多久以后就围澎湖 这个跟我以前讲过我的案例 就是我们的 有时候我们的炮不小心 不是围澎湖 围马主 围马主的这个案例 跟我们当时有时候 炮不小心把人家打掉 被人家围 我觉得有异曲同工的意思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有关于 国防法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这是1977年 中国大陆修改1977年的这个法律 我觉得这个法律就代表什么呢 就是解放军现在是大国的 现代化的军队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国家发展 他的发展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 他的军队要出门了 我觉得这个在过去来讲 解放军是做不到 但是现在解放军做得到以后 他们就要修法了 大陆未必是专门针对于台湾 不是 不是针对台湾 针对一带一路的 这是也就是说解放军 他宣布他现在开始 因为他你要有能力才能够立法 你没有能力你就不能立法 他立法了以后就代表 他的法律规定 解放军要出门 以后他一带一路 他的海外的利益 受到威胁的时候 他解放军就要去保护 我这样的说法是因为刚好就在台美军售之后 大陆各方面的回应当中谈话 其中一点是大陆的国防部长 魏凤和他说 现在的国防法 不能够完全适应新时代的国防 跟军队建设的新任务的新要求 台湾人比较会聚焦在是否是对台湾 不过刚刚委员的解释 刚刚賴老师解释 基本上是解放军现在要出去 我们台湾常常把大陆发生的 所有事情都认为这是针对台湾 不是 他们是错的 他是全球 不过于你来看 因为我们对美国的军售始终 我们说费用比较高 对不对 那有一个说法就是因为 每一次军售 大陆对于美国都会有相对应的制裁 像这次是波音公司 波音公司以后未来的成本增加 因为他被制裁了 所以卖给我们东西就比较贵 所以连带的我们的军购 就是注定买比较贵 其实他们是针对波音下面一个小公司 叫波音防务 不是客机 所以这并不等于说 大陆就不买波音的飞机 其实洛克希德马丁 波音防务跟雷神在中国的业务 非常非常少 所以这个象征性为主 象征性 不 他就是在警告军售嘛 可是 除非他有进一步的并购 比如说他去并购某些公司 比如说美国我知道有一家公司 他就去买了美国的一家电梯公司 那那个电梯公司就扯到了中国很大的业务 那这个就会联动 可是这三家并没有 但波音你刚刚讲的 未来有几项军售 如果在川普的计划当中 或台湾军方的计划当中 在选前能够达成交易的话 是比较敏感的 那制裁的就会更加的激烈了 其实大陆 其实美国这个军售他在挑公司 也要那家公司同意 所以那个公司也是要会算他的成本 跟代价 比如说我刚刚讲说 如果有那个他在大陆有很多业务 他事实上他会算 那这几家公司就是比较不怕嘛 所以他就敢卖嘛 所以我认为川普军售应该就到此为止了啦